那南海仲裁案公布之后 中美之间有没有关系缓和的这种可能呢 这很难说 这两天呀 美飞之间的劣迹呢 似乎呢 又给弥补了 那么菲律宾呢 新政府与美国呀 是走得越来越近 而美国呢 也一帮助东南亚国家 打击海上恐怖为民呢 准备呢 在这个南海啊 长期的存在下去 有两个消息呢 是令人不安的 令人深思的 一呢 是菲律宾新政府的外长说呀 建于菲律宾与中国的南海问题上的争端 菲律宾呢 将仍然对中国提出的基建项目 这个援助呀 保持谨慎的态度 不会照单全收 这说话的这个口气 口吻呢 与它指前呢 有关中国的观点呢 是大相敬听 很明显的呢 在中美间呢 越过中线 向美国靠拢 美联社十几个小时以前呢 也报道 说呀 美国的海军呢 将帮助东南亚国家 在海上反恐 这正是菲律宾新政府进出的要求 同样呢 还把印尼 马来西亚呢 给拉进来了 还说呢 要告联合军演 美国的一位海军少将呢 把这个海上反恐 与海上航行自由 相提辩论 说呢 这是美军呢 长期在南海存在的 两大理由 更是鼓吹呢 要告所谓的 这个海上国际走廊 每年呢 美国海军在南海海域 进行700多次的巡航 这个平均每天呢 就有两艘舰艇 在海上行动 那么把这两件事呢 联系起来 就说明两个问题 一呢 是美飞正在靠拢 二是 这个美军呢 将在南海啊 长期存在 变着花样 找理由 但是呢 目标是只有中国 我个人认为 即便呢 这个中国呀 对南海仲裁案 不接受 不参与 不承认 但是呢 南海的安全形势呢 是日益的严峻 中美间的交锋呢 将是长期的 那么在南海问题上呢 总体趋势 恐怕是 中美间的竞争 大与合作 美国推动下的 这个南海军事化呢 也将持续下去 中美国推动下的